不过讲到台风架 这次台湾南北真的是两样情 和台中一线之隔的苗栗 不少的民众就不满说 怎么没有放台风架呢 还有就是在东部的宜兰 三号晚间风墙雨揍 让居民就质疑了 为什么今天不停班停课 于是不停 路数也被吹得摇晃 4号上午宜兰地区民众穿雨衣 抱着风雨上班去 而这回海魁登陆台湾 但宜兰周一这天 没有停班停课 由于海魁台风是从南部扫过 台中以南以及花莲台东 9月4号停止上班上课 搬到北部地区都是正常上班课 也让不少县市民众感到失望 其中台中有放假 但邻近的苗栗县没放 网友三号晚间 涌入县长中东景脸书留言 东哥外面风雨强大 跟进台中吧 明天再给你一次机会等 但县长只能say sorry 其实重点是中央标准 处理为准 中东景凯在脸书上提到 局处同仁遭受极大压力 但强调不能强硬放假 来讨好民众 北部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在台北市长蒋万安脸书留言 可以放假吗 骑车上下班很辛苦 上次无风雨放假 这回风大雨大不放 诱人直言非常失望 毕竟上回卡努台风 蒋万安一宣布放台风架 立刻成为全民偶像 但这回北部未达标准 无论是风量或者是雨量 都没有达到 从曼琴克的标准 另外还有许久 没放台风架的新竹县市 也被统计出 是台湾本岛最难放台风架的地方 十年来只放过17天 很久啊 五六年前了 把这样一次放 会不会是很期待会放假 还好耶 因为就知道不会放啊 就是被边缘 来新竹过后才发现 就是很少人就说 新竹会放台风架 很失望 昨天很低落 放台风架固然开心 但安全才是 县市首张考量的第一要务 记者综合报道